而且去到一個我不認識的地方 因為其實我之前沒有去過大陸 四川又是我去過第一次 第一個省份這樣 可是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如果我在年紀大一點的時候 就慢慢沒有體力 萬一我又結婚又有小孩 那我又更難選擇 那我又覺得在單身的好處就是 我可以為上帝做一些冒險的事情 去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對 然後就在我人生 體力很好的時候 狀態也很好的時候 可以去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我覺得應該是很棒的 所以我那時候 其實戲裡面也會掙扎和害怕 然後因為其實去必定是自公 也不知道我的下一餐在哪裡 然後我又在那邊待一年多 就是完全都是要憑信心生活啊 都是恩典 對 可是我又覺得去對來講是很值得 因為讓我對上帝的心心是增加的 因為你會在那邊什麼看到宣教合唱 然後什麼樣到做 就是看到上帝很豐富的供應 對 一直到現在 就是去那一段經歷也讓我可以走到 盤石的服飾 因為其實在台灣的飛行單位 生存很困難 就是其實很多單位是每年是虧損的 可是盤石走到這邊第五年 我們沒有虧損 然後還可以每年越做越大 這些事工是一直都在發生 我們才五年的時間 可是我剛剛跟你講的事情是 其實短短這幾年都發生了 對 然後我們全部協會的人 其實都平均年齡也才28歲 就是我們都是一群人 哇 這麼年輕 對 我們都是年輕人 現在多少動作 現在台灣有八個 海外有三個 我們還 泰北派了一位宣教師 然後海外就是聘一個 當地的通風 然後還有一位 也是東海大學剛畢業沒多久的一個 年輕女生去那邊 已經待了兩年了 對 就是我們是一群很年輕的姐妹們 現在都是全女生 現在因為缺男生 我們要徵兆一下你們的男生 這是全女生 可是我們很願意為上帝做一些事情 對 然後我覺得真的是恩典 因為每年每年到現在都沒有虧損 然後可以一直讓我們排豐盛有如 可以持續做這些事工這樣 所以我一直覺得這是恩典 真的好大的恩典 好大的恩典 那應該鼓勵我們青年 對 男性 對 男性 我都覺得男生 男生跑去哪裡了 對啊 我都不知道男生去哪裡了 我想要徵兆一些男生去哪裡 我們現在都剩下女生 呼籲一下吧 在我們的網路前面 呼籲一下男生的男生 對啊 對 真的 這個多帶年輕的吧 那像我們這一群 有外表是年紀大 內心多年輕的 怎麼樣參與你們 有沒有 對 是 是不是有參與 是不是有年齡的這個 這個 帶去洗髮衫 我們可能不夠 不行 大家沒辦法 不要帶老人去 基本上我們海外服務的門檻還蠻低的 所以年齡只要12歲以上就可以來 年紀到最大的 就是你要評估自己有沒有體力可以完成 然後包括我們在那邊的服務內容 你可以承擔 那就可以來了 所以我們也有60幾歲跟我們去的 就是他的狀況還OK 然後就是因為我們是去大群 他就想要用 就是去後勤 就是幫忙煮飯 煮飯也是一種服飾啊 那我可以 沒錯 對 就是這也是一種服飾 對 對 然後當然如果在台灣 我們有些場合啊 易賣可以協助我們也很好啊 或是幫我們分享 這裡都會是一種支持我們的方式 嗯 可以跟我們有些人可以連結 真的 對 像我們ASHA就很需要一些通路啊 管道啊 你們有些場合 剛好有一些 黑衣賣機會可以告訴我們 對 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很大的方法 喔 易賣 對 因為我們現在ASHA就需要很多通路去 也要建造品牌啊 對 我們在建造品牌 對 台灣問題 來小燕姐 我去西非啊 不及拿花索那個 人家在哪 他是 不及拿花索的 氣帶液 對 不會看病 但是他做社會工作 現在有零年小學 還有孤兒院 他叫人家 收集了拉西 一包拉西 幾包拉西 換一件衣服 從台灣就 在遠州那個舊衣服去 對 感謝主人 他最近回台灣 對 有沒有需要這一類的 舊衣服啊 或者什麼 政府給了一個 政府需要 我們當地都 會需要一些物資 不夠 我就可以私底下再討論 因為 不是所有的物資 都是當地適合 因為這很重要 因為沒有講好的話 最後這些物資都會 沒有用 沒有用 看到太多 所以我們都會謹慎 有些人沒有跟我們講好 就寄了一堆東西 就當地都不能用 真的很可惜這樣 所以我們都會私下再去討論這樣 再跟你們收集 最近那個政府的 連家人特會服務這樣 對 他爸爸媽媽 住在榮幸 榮幸 榮幸教會當堂老 尚恩牙醫 下次請他們來分享 因為我跟他們家人都好朋友 他們連家人有 連講過好幾次了 對對 對 感謝主人 這些我們都可以來連結 今天主要是華人 李秀 彈死協會 彈死協會 我再不跟他們 他就碰到我跟他 OK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熱力掌聲 來謝謝 林雅 謝謝 謝謝 我有大福的提議 如果你對我們當會有興趣 等一下可以考 發一下 發一下 那務必 然後我們也可以常常跟那個 整個協會來聯絡 你私下跟那個林雅來聯絡也可以 好不好 那今天我們有要背聖經的兩位 那一個是德昌 那那個是夏蓮姐 那今天是德昌先 那你要等我一下 你網路 我要用我的手機連線 請德昌 雖然分享 我順便來連結一下 對 對 德昌是我們前年錄了 背聖經總冠軍 他真的是非常 感謝主 真的是他順便的成長 我真的是令人感動 來我們掌聲來歡迎 那個德昌弟兄 先有點分享 神的話將我救活 所以說是二十多年前的神 其實呢 神的話背在心裡 真的是理所當然 那我呢 我是覺得就是一個感動 就是說 因為我之前過年前 我就有分給 我就送給一個朋友 他說 我就告訴他說 他其實是無神 沒有信仰的 我說我們的神 你聽聽看他對你要說什麼話 他說真的啊 當然我簡單介紹這本聖經以後呢 我說這神的話 這聖經裡面六十六卷之一的聖經 當然聖經他大概五六十歲 那是小的 我說你打開一張 我就寫哪一張 我說 我現在都因為一張 我說你的生日幾號 他說 那你看看我們的神 說什麼話 我說我們的神是說話的神 他很奇妙 他剛才我就送他看以後 我的意思是說 他看完以後他跟我講說 你好厲害 我說你很有福氣 你很完整的讀完一張聖經 我說這本要送給他很開心 但是我後期還會來找你三次 你還要再抽我 你還要再抽我兩次 三次我再送你 他都沒問題 過年去的時候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他有沒有看 我去拜訪他 兩部基地拜訪他 他說你那本書寫得真好 我每天都有看 但是我當然相信 我說真的啊 他說對 我每天都 他做園藝的 他園藝的 他台大園藝的 他做那個是高檔的 他專門給人家修剪那個什麼龍婆的景 對對對 從他現在也知道說 那是有錢人 一棵龍婆的 八百萬 在可望元基 他就做那一個 那有錢人一棵樹八百萬 他就跟我講 他說真實的 他家裡那個 一部車四部都是上千萬 他就做高檔 那過年以後他跟我講他有讀寶 我心裡很安慰 很喜樂 我想 我讀了這本聖經 我有在讀 我相信 今天在會計師這邊 也有人會很喜樂 相同的 我們的神更喜悅 因為我們聽祂的話 祂的話記在裡面 就是我有感受就是說 神當然喜悅我們 因為我哪里人家 祂有在讀我很喜樂 所以說 真的是神的話 真的是理所當然 那我經常用這個方式 最近我就說 我給他簡單介紹 其實他們很願意 我們想到這個過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好多人 要為了抽這個籤 要知道這個國家的運氣 知道自己一生 今年的運勢如何 結果抽來抽去 只抽到四句詩 聽說還有李白的詩 真的這個詩還不懂 我說我們的神 說話是清清楚楚的 在今天背的聖經裡面 就有講到 主耶穌對那個 今天背的聖經就是 這個 原文十八章 大祭司審問大祭司 在人間挑選的大祭司 竟然審判 上來真的是 在永遠的大祭司 審問我們的主耶穌 所以我們的神的話 真的是清清楚楚 祂怎麼對這個大祭司說話呢 結果祂說了這句話 被仆人打了一個巴掌 就仆人猜疑就打他 用手掌打他 祂說你這樣子 這樣子 跟我們大祭司說話 主耶穌怎麼說 祂說 我就說的不是 你可以指證他不是 我就說的是 你為什麼打我呢 這主耶穌的回答 那之前主耶穌怎麼說 祂說 我從來是黎明的對世人說話 我常在會堂和殿裡 就是猶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訓人 我在暗地裡 並沒有說什麼 你為什麼問我 這是主耶穌親自說的 在今天背了十八章 不是重結 你看福音已經開到十八章 我有跟這個會計師講 我說 其實那一次呢 四年前我就說 我就背了以後 其實那一次我就說 我背過的 我不要再忘記了 那我今天事業我就要交帳 背完古簡書 我一定要背書來 一年的六月份 我就要把這個 約翰福音 羅馬書 真言 希伯來書 還有以國所書 這是我四年 背書來的 是日積月一天一點 那天 羅馬書 還有真言 以國所書還有哪一個 還有這個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那今天是約翰福音十八章 對 好 可以了 據上一次的那個 婚禮禱告之後 耶穌說了這話 就從門徒出去 經過吉林西 在那裡有一個園子 他和門徒進去了 邁耶穌的猶大也知道那地方 因為耶穌和門徒 每次上那裡去祭吉 猶大領了一隊兵 和祭司長 並法利塞人猜藝 拿著燈籠火把兵器 就來到園裡 耶穌知道 將要臨到自己的一切事 就出來對他們說 你們找誰 他們回答說 找拿撒的人耶穌 耶穌說 我就是 賣他的猶大 也同他們站在那裡 耶穌一說我就是 他們就退後倒在地上 他又問他們說 你們找誰 他們說找拿撒的人耶穌 耶穌說 我已經告訴你們 我就是 你們若找我 就讓這些人去吧 這個音樂裡 耶穌祖前的話說 你所賜給我的人 我沒有施過一個 西門彼得帶著刀 就拔出來 將大祭司的仆人 砍了一刀 削掉他的誘 那仆人名叫馬勒苦 耶穌對彼得說 收刀入俏法 我付所給我的那杯 我豈可不喝呢 那對賓和前夫長 並猶太人的差異 就拿著耶穌 把他捆綁了 先帶到亞拿面前 因為亞拿是本年做大祭司 蓋亞法的岳父 所以蓋亞法就是從前向 尤泰然發議論說 一個人替 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替百姓死 是有意的那位 西門彼得跟著耶穌 還有一個門徒跟著 那門徒是大祭司 所認識的 他就從耶穌 進了大祭司的院子 彼得卻不進去 大祭司認識的那個門徒 就出來和看門的使女 說了一聲 就領彼得進去 那看門的使女 對彼得說 你不也是這人的門徒嗎 他說我不是 不忍得猜疑 因為天冷救生的盼火 站在那裡烤火 彼得也同他們站著烤火 大祭司就以耶穌的門徒 和教訓盤問他 耶穌回答說 我從來是明明的對世人說話 我常在會談和店裡 就是猶太人聚集的地方 教訓人 我在暗地裡並沒有說什麼 你為什麼問我呢 可以問那聽見的人 我對他們說的是什麼 我所說的他們都知道 耶穌說的這句 旁邊站著的一個猜疑 用手掌打他說 你這樣回答大祭司嗎 耶穌說 我若說的不是 你可以指證他不是 我若說的是 你為什麼打我呢 亞拉就把耶穌解到大祭司 從蓋亞法那裡仍是捆著截去的 西門彼得正站著烤火 有人對他說 你不也是他的門徒嗎 彼得不承認說 我不是 有大祭司的一個仆人是 彼得消掉阿多那人的清楚 說我不是看見你同他在原子裡嗎 彼得又不承認 歷時機就叫 眾人將耶穌從蓋亞法那裡 往衙門那裡解去 那時天還早 他們自己卻不肯進衙門 恐怕染了誤會 不能吃約結的宴席 彼得就出來到他們那裡說 你們到這人是為什麼事呢 他們回答說 他若不是作惡的 我們就不把他交給你 彼得都說 你們自己帶他去 按你們的律法審問他吧 有道人說 我們沒有殺人的權柄 有道人說 我們沒有殺人的權柄 這要應驗耶穌 所說自己將要死 怎樣死的話了 彼得都又進了衙門 彼得都又進了衙門 叫耶穌來對他說 你是猶太人的王嗎 耶穌回答說 這話是你自己說的 還是別人論我對你說的呢 彼得都說 我啟示猶太人呢 你本國的人和祭司長把你交給我 你做了什麼事呢 耶穌回答說 我的國不屬這世界 我的國肉屬這世界 我的臣埔必要征戰 使我不至於被交給 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 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 彼得都就對他說 這樣你是王嗎 耶穌回答說 你說我是王 我為此而生 你為此來到世間 特為給真理做見證 反出真理的人就聽我的話 彼得都說真理是什麼呢 說了這話 又說了這話 就出來到猶太人那裡 對他們說 我查不出這人有什麼罪來 但你們有個規矩 在預約節 要我給你們釋放一個人 你們要我給你們釋放 猶太人的王嗎 他們又喊著說 不要這人要巴拉巴 所以巴拉巴是個強大王 Amen 好 感謝主 謝謝德昌 真的背得非常非常好 我覺得他的分享 越來越成長更進步 對 這裡有力量有生命力 來夏蓮姐輪到你 你要先分享一下夏蓮 上個禮拜夏蓮姐劈腿 害我跟著劈腿 她好厲害 我也不差 你們見識到我的劈腿厲害了嗎 來夏蓮姐分享一下 我也是一直有一個感動 就是說我們 不但我們自己 領受到神的恩典 也要把這樣一個福分 我現在就是想說 因為我們是公益的嘛 那每一層樓 我都曾經去跟他們分享 我們信耶穌的 我自己怎麼樣蒙恩的那個見證 可是那邊有的時候 哎呀我們家裡的人 都是拜了就是佛教 或是什麼一貫教 所以我就慢慢吧 那我們每次換在禱告裡面 那我就想到說德昌灘 你會找一些雞童 然後我也在試著 有這樣一個 找一個 能夠有這樣一個效應 真的是需要把這個福音傳遞出去 謝謝 18章 7章 哥林多厚書第七道 一下就把它換光光了 好可以了 親愛的弟兄啊 我們既有這等應許 就當竭盡自己 出去身體靈魂一切的誤會 敬畏神得以成聖 你們要心力寬大收納我們 我們未曾敗壞誰 未曾虧負誰 未曾佔誰的便宜 我說這話 不是要定你們的罪 不是要定你們的罪 我已經說過 我已經說過 就是到了馬其頓的時候 身體也不得安寧 周圍遭患難 外有爭戰 面有懼怕 但那安慰喪氣之人的神 藉著提多來安慰了我們 不但藉著祂來 也藉著祂從你們所得到安慰 安慰了我們 因祂把你們的想念 哀痛 向我的熱心都告訴了我 叫我更加歡喜 我先前寫信 叫你們憂愁 我後來雖然懊悔 我後來雖然懊悔 如今卻不懊悔 因為我知道 那信叫你們憂愁 不過是暫時的 我如今歡喜 不是因你們憂愁 是因你們從憂愁中 生出懊悔來 你們憂著神的意識 憂愁 凡事就不至於 因我們所虧損了 因為憂著神的意識 憂愁就生出 沒有後悔的懊悔來 意志得救 但世俗的憂愁是將門死 你看你們憂著神的意識 憂愁 從此就生出何等的 殷勤自恨 恐懼賞念熱心折化 你們在這一切事上 都表明自己是潔淨的 我雖然從前寫信給你們 卻不是為那虧負人的 也不是為那受人虧負的 卻要在神面前 把你們顧念 我們的熱心表明出來 故此我們得了安慰 並且在安慰之中 以你們眾人對提多 是提多心裡暢快歡喜 我們就更加歡喜了 我若對提多誇獎了你們什麼話 什麼話也覺得沒有常愧 因為我對提多誇獎你們的話成了真的 正如我對你們所說的話都是真的 並且他想起你們眾人的順福 是怎樣恐懼 正經理接待他 因為他把你們 他愛你們的心 就更加熱了 我如今歡喜 能在環世上為你們放心 感謝主 謝謝夏琳姐 我們今天要不要為您所做的小孩子奉獻 感謝主 感謝讚美主 小琳其實自己也是很需要 他自己也是 也為他 他說也為他的婚姻祷告 他曾經有起初代導 感謝主 他真的是很愛心的一個姐妹 感謝主 來我們把時間交給我們今天的所長 做回應 做結束 好 結束 讓他聽雅琳的分享 這一個最幸福的人 就是他找到一個他要做一做的事情 並且人都是在其中 並且接近那種使命 有一個故事說 在那個希特勒時候 那個什麼 在那個其中雨裡面 有一個人就經歷了很多 但是後來 沒有死 沒有死嗎 人家說你在這麼苦的當中 你怎麼能夠活得過來 他說 我說我知道 我為什麼要活著 一個人知道他為什麼要活著的時候 他只能有生命力 他可以克服這個困難 對不對 所以那個雅琳他在那裡 很多其實很多蠻艱難 對 林雅 對不起 很多蠻艱難的時候 但是他有一個 生命有一個核心 所以生命的核心是很重要的 阿們瓜們 阿們 有一個核心 核心的價值 所以我們有神為什麼 就不一樣 跟別人不大一樣 我們有一個核心的東西 有一個核心的東西 你會有一個熱誠 有火熱 有一個那個 目標 有一個活潑的潘化 有一個 那背聖經呢 為什麼重要 它會使你這個活化出來 你的這個核心會活化出來 並你隨時可以跟神交談 並你隨時可以跟神交談 並且有一個會是很好的器皿 你知道嗎 你隨時在 上帝就跑出來 唉呀 是多寶貴 多寶貴 所以趕快把它記起來 不管你什麼時候 我自己 我是很感謝主 我在很多年去上海 這段時間 我最大最大的收穫 就是記了很多的聖經 跟他們比他還少一點點 但是也不少 我最大的收穫就是這個 我這一生 我最大的收穫就是認識上帝 認識上帝中 我這個最大的收穫就是 我把聖經的話記起來 太寶貴太寶貴 那個寶貴是 那個是沒辦法給 那是第一手資料 人家給你不了 我最近一直在注意第二手資料 我聽了人家的分享 聽那個遠志明的 聽那個康熙的 我說他們到底有什麼 我可以學習的地方 我早上四眼多起來 去聽一聽 然後在那個 我現在每天大概都這樣子 第一手資料最重要 沒有 你沒有這個 其他你都說是 第二手資料 可以把它變成第一手資料 變成你的想法 很重要 那個 有一次那個 那個 林良堂有個 叫做 沒媽媽 不知道可以聽過沒嗎 有一次跟我 去 台中 林良堂的一個會 很多 很多那個 分堂的會 他講 前半長我講後半 他在火車上 在高鐵上 就跟我講 他說他最不喜歡的一個事情 就是什麼 有個同事 有個同工 有個牧師 就講說 沒媽媽說 他最不喜歡聽到這種話 他說不是沒媽媽說 如果沒媽媽說 不是變成你的想法 那個 那個是沒意思的 神說怎麼樣 如果這神說的 不是變成你的意思 那沒有什麼意思 對不對 那被聖經 這聖經的話 就是你的話 變成我們的話 就有意思了 主就是 神說我就是 道路真理生命 我們真的知道 神是道路真理生命 這是不一樣的 阿門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上帝的話 變成你的話 我跟他 跟神 合在一起 所以感謝主 我覺得那個背經 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個生命的意向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個意向會使你 恐怖 變成是你年輕有活力 阿門 阿門 不再受這個 肉體聯誼的限制 你看夏蓮 感謝主 他 我在那個天安堂 我上去分享的時候 那時候他在天安堂 詩琴啊 那個故事 他聽到我一直跟他 一直在說 背生經很重要 背生經很重要 天天講 天天講 他就背生經很重要 但是不一定每個人會去做 對不對 做的還是很少 所以為什麼神說 你又要進窄門 因為引到那個什麼 滅亡 引到永生那門是怎麼樣 載的路是小的 進去的人也少 引到永生啦 那門是寬的路是大 進去的人也多 對不對 很少人會去做 聖經大家都看了 你有沒有看聖經 在大陸上的時候 那時候聖經還蠻 還不大 還很小心欸 有時候你不能很公開的看 哇 趕快收起來 不要給人家發現這樣 現在聖經都OK啦 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 變成一張寶貴的東西 藏在你裡面 那個價值就是不一樣 所以我非常羨慕他們 他們得昌一定是常常看聖經 對不對 常常背聖經 不是那麼簡單的 背聖經也不是那麼快的 我說實在 有時候背一段聖經要整天的 哈哈 你背一張聖經有時候要整天的 來背得起來 對不對 是不是 背一張是不是要整天 有時候還不值得整天喔 如果說背一片四片 我記得我從那個台北到那個 到大陸 從早上七八點出發 到那邊五點了 我才背 背一片還背不到起來 因為你一直要思考嘛 對不對 但是他講的 剛剛講的是什麼 背的東西不要忘掉 有個律師很厲害 那個律師任秀妍 任秀妍 他跟我講說 他越岸火雲都記起來了 他有一天我就跟他考 越岸火雲第七章 差不多背得很好 再過三年以後跟他講說 越岸火雲第八章 變得就差了 沒有時間 因為沒有記起來 重複了 一定要記起來 那記起來不是為了記而記 而是什麼 你可以跟上帝 talking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 必住在全人者的影響 我要論到耶和華說 他是我的避難所 是我的閃閃 是我的神父所依靠的 你要很熟悉的說 脫口而出 三天話不是為了背的 而是什麼 他背著你的話 對 這很重要 感謝主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裡 很有意思 第一個呢 你看每一個講的都是很有意思的 對 對不對 收穫很多 第二個呢 背聖經是很有意思的 那我們各位 我們可以禱告 我們到十二縣市 我今天目標十二縣市 出賽 然後呢 北中南東 復賽 在台北市 總決賽 我今天是 恢復更大的那個 然後 用一些媒體來傳遞 感謝主 我想上帝會做起來的工作 我們感謝主 我們再來參個事故 我們來禱告 我相信神會做起來 我們也跟那個華人 韓子李就要好好連結一下 好 以後可以他連結 好 這一生最美的處 請禮 我們來唱 感謝主 這一生最美的處 就是認識主耶穌 來 那個來換一下 那個詞 最美的處 就是恩人 여祖好 神經過住你 以你的恩典 我真實地見到你 在我的歌聲裡 我用英國都賞美你 你的美好 是我今生崇維你 這一次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套主耶稣 就在高山神宫 他会帮我同行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无数的美业里 我用信心划住你 你的横天 独身信浪 我真是一见到你 我用银河生命 我用银沫赞美你 你的美好 是我今生颂养你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套主耶稣 就在高山神宫 他会帮我同行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套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套主耶稣 就在高山神宫 我同行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我知道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感恩 我们来祷告 这个信套主不是一天两天的 是每一天累积 越来越相信 每一天的与神的关系 每一天累积 神的话语也是每一天累积 我们下次来感恩 让我们真正到 祂是神 我们来祷告 来感恩 为今天的分享 感恩 谢谢主 感恩要的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祢 主啊 这是何等的福分 我们已经认识祢了 认识全能的上帝 并不是只有头脑认识 我们全心的认识 亲爱的天父 永活的上帝 主啊 何等的美妙 主啊 知道祢是神 并且每一天 越更加认识 每一天更加认识 每一天与你关系 更加的亲密 主啊 我们一定每一天跟随你 我们一定每一天 把你的话刻在心板上 我们一定 主啊 依照你的话而行 主啊 祢怎么说 我们怎么做 求祢来教导 指教我们 主啊 祢一定能够帮助我们 成为 主啊 祢最合用的器皿 祢一定能够帮助我们 祢一定能 祢一定愿意 主啊 因为祢是全能的上帝 天父谢谢祢 我们已经得着了那个永远的福分 感谢祢 我们已经得到了 主啊 这是何等奇妙 我们已经得到了 哈利路亚 谢谢主 何等令人兴奋的事 我们已经得到了 知道祢是神 谢谢主 荣耀归给你 我们有感动可以带你们来祷告 最后请我们的讲员做结束祷告 亲爱的父神满心 感谢赞美祢 谢谢祢 恩典带你 今天我们的讲员 林雅来到我们当中 跟我们分享 祢我们看见他年纪轻轻 谢谢祢 他走遍的这些许多 这些贫穷的国家 谢谢祢 祢啊 他的贫穷 那我们看见祢是富足 因为他们在什么没有当中 他们拥有的是生命的喜乐 他们拥有的是对于人生乐观的看法 主啊 我们身为在台湾这样的法导当中 得到也太多了 反而我们看见很多人 他们是寂寞的 他们是孤单的 他们是空虚的 现在的主 真的是我们八方主 你真的是让林雅他有这样的一个力气 他可以将来带领更多的 我们这些台湾的孩子们 真的是见识 去体验 去感受 去看见主 你创造他们当中 都有一个使命 主啊 借着奥尼亚 他是一个生命教育的主子 主啊 让杰出更多许多的子力来 主耶稣 我们相信 真的是 凡事都有主你的美意 也都有主你自己本身 在他身上的计划 主啊 你就引领他前面的道路 引领他所做的 所走的 所行的 主啊 这尽多地下之游 主耶稣 我们谢谢祢 让我们真的是看见真正生命的丰盛 乃是在这所有一切都没有的时候 看见祢的喜乐同在 主耶稣 谢谢祢 也真的是让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生命 生活的一个讲座 主啊 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 能让网路前面的朋友 他们不管在什么时候 点阅 主啊 让他们共同 都有一个感受 也看见 他们需要改变他们的生命 主啊 时候到了 主啊 祢就要来应用这样的一个时刻 愿神祢大大赏赏赏的赐福 是的 我们再把 宁雅的前途交在祢手中 让祂所做的 尽都亨通 尽都影响更多的人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主啊 阿们 伟大的主耶稣 我们从祢离世的祷告 敬畏祢 你说 要因我们得荣耀 主耶稣啊 我们合同的尊贵 荣耀祢独一的真神 主耶稣啊 我们既能够来荣耀祢 祢就要因我们来得荣耀 主耶稣啊 这是合同的福分 主耶稣啊 我们是非为是罪人能够荣耀祢 主啊 愿今天 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都能够来荣耀祢 祝福祢的恩典 主啊 因此 我们求祢 加添给我们更多的恩典 祝福我们 主耶稣啊 因为我们手所做的 都要来荣耀祢 赞美祢 传扬祢的作品 谢谢主耶稣 阿们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美祢 我们真是看见 我们这个华人盘石领袖协会 主啊 他们招聚很多的台湾的青年人 参与这样的一个海外的 国际的 这些贫穷地区的这种事工 主啊 这是一个 主啊 是祢自己 特别拣选的一个团体 你有美意在这个协会当中 主啊 我们真是看见 主啊 祢爱所有的人 祢爱那些贫困的 有特别在他们的 不管是身心灵物质 各方面都很缺乏的 主啊 主啊 但是主啊 祢爱他们 也要我们也能够过去帮助他们 主啊 我们看见 主啊 谢志蒙理事长 主啊 我们 林雅 执行长 主啊 他们都是这样的愿意为你摆上 他们是一个尾声的愿意听按照你的旨意 活出耶稣基督的旨意来 主啊 他们真是要实现主耶稣你自己的梦想 就是你要为贫穷人带来福音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大大的来祝福这个协会 祝福每一位尾声的弟兄姐妹 尾声的青年人 主啊 让他们每一个人在这当中真的就是青年 也看见他们事工带来的果效 大大的为主发光 大大的去对这一些海外 虽然我们不认识的这些国家的 需要的这些我们所爱的人里面 主啊 让他们来认识上帝 让他们的生命可以有机会翻转 让他们真是知道他们是有福的人 是蒙爱的人 让他们把自己的那个定位 都能够完全的改变 因为唯有信靠耶稣 才能够知道自己是何等的宝贵 何等的尊贵荣耀 不再轻看自己 乃是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继续祝福这个团队 祝福他们 让他们大大的为你做出那个奇妙的工作 因为耶稣在当中 因为圣灵引领他们走那个得胜的道路 蒙福的道路 祝福的道路 哈利路亚再美主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若不是你的厚恩 我们都无法站立到你面前 主啊若不是你的检选 我们都无法认识你 主耶稣谢谢你 招聚我们弟兄姐妹 都能够一起来这里 能够聚会 我们是在这边的或是在网络上收听的 主啊为着每个人的生命祷告 主啊我们深知你检选 我们不是只是过着一个单纯基督徒的生活 主我们真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 是为了带着神你的爱 还有你使命 要成你勇美的见证 主耶稣我为着每个人 所听到你 受到今天分享的 主啊为着每个人的生命来祷告 你让我们不是 我们让我们的听道 不只是听道 而且更重要的是行道 主啊让我们真知道 我们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 让我们的生命是大有能力 大有见证的 主为着每个人来祷告 让他们能够找到 生命里面 那个神里给他们的护照 是给他们 放在他们里面的那个命定 主啊好叫他们 透过他们的专业 他们的恩赐 他们的各方面的一些行为 能够将你的道活出来 主啊从自己的社区 从自己的家人 从自己的邻近人开始 主让我们学习 将你的爱分享出去 主啊让你的爱 不只是在我们的灵社里面 更慢慢的可以 扩展到很多区域里面 在这些社会上 有需要的人里面 主啊我们都要看到你的容眉 主啊愿主你新奇更多人 能够做这样的事工 新奇更多人 一起为神做那美生的事情 主啊为今天所听到的所有人来祷告 主啊让我们的生命 要有更大不一样的翻转 主啊在今的一年 我们要有新的国度的引荐 新的生命的事业 主要让我们生命不再一样 让过去的老我已经过去 如今在基督里面前都要是新的 阿们 让我们领受新的活泼的生命 领受新的活泼的新鲜的见证 还有新的使命 新的印象 在我们每个生命里面 主啊让我们也透过不断的 读经 祷告还有读你的话语 熟悉的话语 将你话语就知道更知道 有智慧的如何去行出啊 谢谢主 与我们同在 祝福每个人生命 越活越不一样 让我们越服侍要越干脆 阿们 阿们 óm 谢谢您 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靠耶稣盼 Amen 阿们 感谢主 神主 来 耶 维系照相 照相 前面照相中间 哪一个 哪一个 这两个都可以吗 对 这两个都可以 对 这绿山也有 来 维系 等会有 好 来 好 来 来 请到前面来 我们照相马上 是這個 這個也可以 50227652 我還以為是下面這個 謝謝 來喔 到前面 耶穌老師 下連結 50227652就對了 對 還是有幾個作品 你要坐 你要坐就這樣 腳痛可以 那個 等一下就坐 來 坐一下 坐 來 來 坐一下 你坐 你也坐 坐 位置 來 坐 坐 來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坐 好 可以可以可以這樣可以 來 坐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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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這樣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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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